我来看一下这一次东南亚佛国际服迎来的既改 首先第一个就是誓死如归 是如归就是新增了按下方键搭配用这个技能 它可以进入第二阶段 第二就是新增了这个指令自定义指令右键 就可以直接进入第二阶段 原本就是要用两次进入第二阶段 然后现在我搭配下方向键使用它 它就直接进入第二阶段 再然后就是我使用右键 然后它有了自定义的指令 现在它激活之后 我现在不需要使用下方当键 就可以激活第二阶段 神射手势这个技能是要战斗准备它的持续时间从30秒增加到40秒 然后冷却时间从90秒增加到120秒 然后冷却时间从90秒增加到120秒 这个技能 这些技能 再来是骨骑猎人 是这个技能 叫上骨指引 它的激活技能 所需要的移物值从1000减少到500 就是你到500移物值的时候 它会触发那个最终伤害的增业 暗影双刀是这个技能叫闪光弹 它冷却时间从60秒减少到30秒 持续时间从50秒增加到60秒 然后持续时间不会对收敌怪生效 传长是这个技能叫死亡之眼 它改为了优先瞄准最大血量最高的树林怪 然后如果范围内出现了优先起更高的怪物 并且瞄准了最大数量的敌人时 也就是瞄准12个敌人同时出现了优先级更高的怪物 那么它就松开最远的敌人的那个瞄准 然后将目标转向优先级更高的怪物 它场地有点复杂 比如这里 你现在瞄准的所有怪物都是血量一样的 但是呢 无论如何 左边的怪物 瞄准多少都一会瞄准到一个收敌 血量更高的 收敌怪物 连速是就一个技能是幻影火波 它增加了移动速度和跳跃第20 奇希者新增了这这海浪技能可以通过右键来锁定 原本是这样的 就是你使用连接技能的时候是会触发海浪的 现在的话 右键锁定 它就不会出来 你看海浪就没有出来过 然后是战神的巨型咆哮 巨型咆哮 巨型咆哮 改的是光效 技能的使用效果 然后夜光法师的改动在这个平衡释放它改为了在平衡状态 平衡过程中使用平衡技能去激活的技能 平衡技能就是那三个 平衡 还有绝对死亡 还有 还有一个共鸣 这四个技能 在平衡的时候 你要用这四个技能去激活它 因为它被延迟了 准备进入平衡 现在还没有进入 然后我就使用一次平衡技能就进入了 而双母精灵是两个技能 一个是传双之毛 还有防御力减少量 它从30秒增加到60秒 它这个简易是增加时间 而且对所有等级是一致的 然后是闪电飞刃 它的简易时间从30秒增加到60秒 然后说明也调整 音乐的改动在暴流权 暴流权它原本对普通怪物的伤害只有30% 然后现在增加到255% 但是呢 其实不止这一点改动 官方更新日志里面 他们只提到这一点了 但实际上呢 从文件里看的话 其实不止这样 它还有这个伤害的改动 还有次数的改动 原本是三百二伤害 现在是三百伤害 然后攻击次数是四次 现在只有三次这样子 暴流权改动就一个啊 这个叫暴走形态是个无敌技能 它现在不会受到冷却时间重置效果的影响 然后是机械师 机械师一共有九个技能改动 第一个是辅助导弹 辅助导弹 他现在在按下辅助导弹的过程当中 可以使用其他技能或者是移动 可以使用其他技能或者是移动 可以在按的过程当中移动或者使用其他技能 第二个改是传送门GX9这个技能 现在这技能是应用呃 召唤的持续时间增加效果 而第三个技能是机器人发射器RM7 这技能持续时间从60秒增加到70秒 而且角色在统一地图移动时 就离离一定距离也不会移除 离远一点 离远一点 还没有移除 第四个技能是这个 在坦克情商下才触发这个叫集中射击I run 它调整为在一定范围内搜索要攻击敌人 然后向敌人发射能够穿透路径上所有敌人的炮弹 就它变成一个搜索的一个技能 就一个贯穿敌人的技能 然后第五个技能叫支援波动器HEX 这技能改为在统一地图移动一定纪律时不会移除 也就是你离它多远都不会移除 还没有移除了 离它多远都不会移除 然后第六个是磁场 它现在应用召唤秩序时间增加效果 然后持续时间从80秒减少到70秒 冷却时间从160秒减少到80秒 然后磁场生效时 这它会它在继续设置的时候会删除之前 要求你删除前之前的线圈 那这个 哎呀 F1 这些时间有70秒冷却是80秒 那如果继续安装 它就没法再用 因为它已经生效 所以你要继续用的话 就必须把这个取消掉重新再用 然后第七个技能是集中射击RMB 四转技能跟刚才那集中射击一样 它就载成了这个 贯穿敌人的一个搜索技能 第八个技能叫战争机器泰坦 它原地所定的持续时间降低了44% 无敌时间也降低了21% 技能讨整为不会受到冷却时间重置效果的影响 它将至时间降低了 最后一个技能叫机器人工厂RM1 它的持续时间从60秒增加到70秒 60秒增加到70秒 就这么多 神之则改的是暴风波 它动作延迟降低了20% 然后在空中使用时 向左或向右搜索平台的方法已经改善 再进行准了20% 反正水尖叶竟成功 反正 走 洁剑 超越坏 操作延迟降低了20% 有一人的改动有三个 一个是迷魂束缚 他的冷却时间从180秒 降级到120秒 第二个是根源记忆 根源记忆 他的伤害从435增加到700 还是最高等级的时候 末日烈焰从1444增加到1450 这是最高等级的时候 然后无限电力祝他是持续时间的公式发生变化 无限电力祝他的公式其实就是一个U还有D的问题 你应该是向上取整的就是向下取整就意味着你原来如果是像3s加13s加2就比较1245的时候都会算上去 但现在的话只有你每三级才会像算一次这个一 这边从向上取整变成向下取整 就是这样子因为我三级连级的卖 要是折整的 我三级连级的卖